去年9月,王菲和谢丁峰在北京公寓甜蜜优惠,缠绵热闻的火辣画面真是坐视两人复合的消息,迎来外界疯狂热议。 而就在两人复合没多久,王菲就被爆豪杂500万人民币,重金邀请台湾高森念经安胎,怀用传闻神剑四起。 虽然该传闻在当时被传得沸沸扬扬,但通过时间的验证,这个传闻也显然只是传闻而已。 而随后,处于热恋中的王菲接下某品牌广告的拍摄,又因为穿着宽松,平膜小腹再度被传怀孕,频频被怀孕也让两位当事人都有些苦笑不得。 或许是外界太过期待两人能够修成正果,王菲近日三度被传怀孕,对此谢丁峰在出行活动时并未直接否认,仅以微笑回应,令人复想连篇。 而随后,记者联系了王菲的经纪人,对方淡定表示,没有,没有的事,并立即挂断电话并未多做解释。 夜市的新闻中心,上海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